第1988集 这一天 诸天万界 无论在哪里 所有强者都听到了 这出离愤怒的一声大吼 源自无上生物 嗷嗷叫 所有人都头皮发麻 脊背发凉 发生了什么呢 将一位无上生物逼到了这一步 这时 背负双手 一幅高深莫测姿态的处风 其实很想说话 你们这么欢 好吗 能不能考虑下我的感受 我有点慌啊 首先 他不知道自己后脖颈那东西是什么玩意儿 居然能打无上 可是 为何 他含毛倒数 觉得有人在他后背上 不断对他的机体吹寒气 让他惊悚呢 其次 现在别看暗住了无上生物 可那不是他做的 身上的神秘力量如果突然消失 那乐子就大了 同时 他也对那流血的大眼珠子不满 你吼什么呀 赶紧退走不就是了 死期败赖的跟我打 不 跟我身后的生物打 要干啥呀 就不怕大家一起翻船吗 你要是退走了 你好 我好 他好 大家都好 这才是真的好啊 然而 终极地深处的无上生物 看到大雾中 楚风的眼神后 更加的怒不可遏了 你什么意思啊 居然那样盯着我 反在斥责我 回应给楚风的自然是无上生灵的咆哮 朕的诸天军力 万界隆隆摇动 可怕无边 楚风也不高兴了 你还吼我 本想着万事以和为贵 你却一而再的挑衅 先拿天刀利劈我 又不断的咆哮我 你真的本做好脾气吗 我可是楚中级 现在我是无敌的 对 我现在就是天下无敌 楚风一边怒一边也飘了 不知不觉间 他就真正的动了 他向前迈了一步 那意思是 咬轰对方的头 万一能够震杀 那就直接杀了就是了 对待敌人时 他可不是善男信女 绝对不会妇人之人 现在有机会 那就做一票大的 打爆你狗头 这是楚风心中的呐喊 所以下意识的 他就迈步了 这一刻 风云变幻天地失色 万道都在共鸣 都在颤抖 大雾中的身影更加模糊了 而在外人看来 那道身影愈发的射人 其威势滔天 其行跃万道 其事无匹 震骨朔金 事实上 随着楚风迈步 他脚下交织出的金色纹络 也在主动蔓延 覆盖到了更深远的地方 落在终极地 多日时 无上森林感觉身体越发的僵硬了 如同被大盗链锁住 又背负亿万军的巨石 在泥沼中行走 艰难无比 而这一刻 楚风体外的血色光环 画出的大手越发的凝实 更有力量了 这一次 大手轰的那柄九色长刀 暴鸣光芒刺目都要被阵裂了 长刀被按住 身体也宛若被束缚 被禁锢 无上生物心计 他生出不妙的感觉 难道会血染恶土吗 他这种生物 可谓万劫不坏 难以磨灭 真要叠血的话 那就关乎了生死 果然砰了一声 这一次他遭受了重击 那只大手扇落下来时 打得他双耳轰鸣 巨大的毒木 更是溅落下大片的血迹 晶莹而璀璨 照亮了黑暗 也映照出了他的部分真容 这是一个男子 凤木如蝶 面孔 腰翼俊朗 在他头上有九色淋雨 甚至一距模糊轮廓看 他的头上好像还有一个稍小一些的 琴类的头 这时他接连遭受轰击 大手都拍在他的头上 血溅恶土 他的旧伤发作了 让他又惊 又心中冒寒意 他蹊跷流血 越发的不安 为什么摆脱不了 他想大吼 被那个大雾中的男子 定住了部分躯体 动起来很艰难 你到底是谁啊 无上生灵 有着面对未知的恐惧 因为他觉得一个弄不好 自身就可能要陨落了 看到了吗 就是摸狗那个头 九道一的嘴很欠 看得出他心情大好 不再沉闷 不再悲伤了 看到那只呲牙咧嘴的黑狗 他迅速改口 揉猫呢 手劲很大 将猫头都没出血了 就像是大人叫醒孩子 不听话就揍你 无上生物 从来没有这么悲凉过 他满腔怒火 真的要原地爆炸了 轰隆一声 楚风还在脉步 强大的感觉 自身目前无所不能的状态 让他上瘾了 连那无上生物都被他按住了 这个世间还有什么 他不能做到的 他很想感慨 打无上生物 真的上瘾啊 当然 他直接忽略了 不是自己动手的事实 现在他就是觉得 这就是我做的 我一举一动 都代表了大事 无有横管万古的无敌一身 一言一行 都可绝浑合强者的生死 那么 既然有如此手段 那我为什么不趁现在出手呢 帮助友军 干掉大敌 平掉此地 哄的一声 随着楚风越发坚定的脉步 整片浑合都断流了 然后蒸发 大雾遮天 接着整片恶徒都在颤抖 那片黑暗之地不断轰鸣 仿佛要炸开了 而那无上生物越发的不好过 他真的被暗住了 九色天刀 哪怕不失横空而起 但也改变不了什么 那柄绝石长刀 现在竟被大手击得暗淡了 出现裂痕 楚风向前迈步 他的身后共画出两只大手 宛若一对鱼一般向前蔓延 捉天蔽日 覆盖中极地 两只大手将无上生物全面压制 其中一只数次轰落下来 打得他口喷鲜血 独目一片星红 旧伤全面发作 竟这么容易就镇压了一位 无上强者吗 武皇太医等人都觉得不真实 那位太强悍了 太逆天了 光头男子激动浑身都在颤抖 热泪划过沧桑的脸庞 他等这一年很久了 终于亲眼看到 先帝扶你顶 结发寿长生 九道姨心情很好 看到浑河的无上生物 又一次被拍脑袋 蹊跷流血 他都忍不住想吟唱了 但很快他又纠正 你长生个猫啊 你去死吧 打爆你的狗 那个猫头 狗皇也大吼着 走 我们跟着一起杀尽恶徒 掀翻了浑河 扫平诡异中极地 此季他真的激动了 今天或许能够做到这一切 真是天地归来了吗 还有什么打不穿的 轰不灭的 全部干掉 楚风坚决无比 打不上前 每一次迈步 恶徒都在颤力 都在崩裂出 可怖的大裂缝 至于那位无上生物 已经被他按住 或许正确的说法是 被一只大手按住了 被禁锢在原地 无论是狗皇 还是李达 亦或是九道一等人 全都没有想到 今天竟能有这样的战果 太惊人了 几人跟着上前 要踏平浑河恶徒 楚风一往无前 在前方开道 大步前行 让所谓的无上生物的旧伤 全面发作了 满身是血 通体裂痕 当年他能活下来 就是奇迹 而这个时候 众人已经能够看到 恶徒中的一些景象 狗皇 九道一等人 看到了无上生物的真身 为了对抗大物中的男子 这位无上生物 真正的走了出来 虽然又被暗住了 但是已经亲临恶徒 边缘地的 他庞大无比 星球在他眼中 微不足道 在他的眼底深处 太阳坠落 星河暗淡 宇宙溃灭的景象 不实浮泻 一切都映照在 他流血的独目中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